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请棒掌 各位同学大家早 那我们今天先来复习上礼拜的部分 上礼拜我们看到五圣下分解 我想在修行过程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从我们的凡夫 如何跨越到圣人 这个随眠品的烦恼 如果他的名称这么多 其实所依据的就是阿含经里面出现的名项 所以有我们上次介绍过的 四曲四二 然后三漏 然后四步流这些等等 然后他要怎么样分类 我们在水眠品他会介绍 为什么他要去这样子分类 他也会说明 这个说明其实也有让我们了解 这个烦恼大概有哪一些类型 因为我们有这些烦恼 但是我们不见得认识他 就像你要去作战的时候 你要了解敌人 你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如果敌人出现 你也不了解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有防备了 那我们要用一些方法 刚开始的修行方法就是 从道次第里面 最开始的是五庭新观 对不对 然后四念处 这是知良道 那这一知良道 他其实呢在 我们这边看到 烦恼分见惑跟修惑 那一开始呢 你是从五庭新观去 对峙你的贪跟撑 所以在见惑里面呢 我们上次五顺下分解里面 其实前三个是见惑 后面两个贪跟撑是撕惑了 欲贪跟欲戒才有撑 所以撑呢 他没有特别写欲戒的撑 因为我们的三戒里面就只有欲戒有撑 所以欲贪然后撑 这样的五个是顺着会让我们往欲戒 这边去相应的烦恼 所以这五个呢 如果你不想再轮回成为欲戒 轮回的众生的时候 当然因为上二戒还有五个 但是呢就是你要进入圣人的话 这五个呢是要特别了解的 那第一个呢是身见 这个表呢他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的后面呢 在出来的看到他是出国的时候 你要断的时候 是身见借进取跟宜 上礼拜呢特别有一份讲义给同学的 后面有补充 当你了解这样一个错误的知见的时候啊 你不见得你已经断了我见 因为世果罗汉才能全部把贪跟撑跟吃 慢全部断尽 那我见里面其实还包括了贪撑吃慢 这些内容在里面 所以呢 你见后的时候你只是知见上你了解 我们并不是一个呢 实有的概念的我 而是呢 透过设受想行事 这些五应可可 所以呢 身见跟借进取跟宜 因为宜呢 其实是来自于你有身见的不了解 你有借进取的这个错误的知见的抓取 然后呢 你才会产生这个宜 如果你没有上面两个这个宜节呢 其实就没有 所以整个最重要还是在这个宜的部分 然后呢 失货的地方呢 我们还要加上 我们的五下分解呢 还有增加欲贪跟撑啊 因为呢 他整个十个重要的根本烦恼里面呢 这也不是色贪跟五色贪 虽然不是根本烦恼 只是说你要往上接受他的另外两个增加的烦恼 那你不在意界的时候 你的欲贪跟撑呢 一定是要 已经断除了 所以呢 如果这一张图来看的话 接下来你会看二果圣人的话 是欲贪跟撑比较薄 三果的时候 欲贪跟撑要断了 所以二果没有出现是 二果是在初果跟三果的中间 那他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这个过渡过程呢 你当然前三节呢 一定是要断了 然后再加上欲贪跟撑比较薄 这时候是二果圣人 二果圣人 所以在失货上呢 就是变成二果三果四果 他是差别在于你的失货 你失货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而产生不同 所以这样就 今天的部分呢 会介绍五顺上分解 还有后面的一些烦恼 那我们就复习上礼拜的部分 这一张 这一张的地方呢 就讲说 我们在 我们的五顺下分解 他刚刚在表已经看过 那佛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以这个差别来讲 这个解呢 是因为 他们在这个差异性上 有怎么样的分类 这个宋句师 是要说明这样的分类 因为呢 五顺下分 欲贪等五呢 为什么是顺下 下是指呢 我们三界里面 欲界是最下面的 所以这个下是指欲界 三界是一 一部分交分 所以下分是指呢 就是三界里面的 最后这一部分 那你如果呢 这五个礼都没有断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再往 欲界这边去想 也顺这个欲界这里 下来往这边呢 细服的烦恼 就是这五个 所以我们知道呢 贪跟称这两种 是欲界系的烦恼 所以他这里的油二 是指贪跟称 会让你没有办法超离欲界 可是呢 出国圣人 他是断贱货 他还是在 贪跟称的烦恼里面 只是 你真的要整个 从欲界离开 一定是贪跟称 要没有 所以油三户还下 就是友情呢 没有办法超脱欲界 是贪跟称 那凡夫呢 因为呢 在刚开始 他会用油漏道 去断这个贪跟称 上升道 这也有个错字 油顶天 就是用静坐的方式呢 让自己升到呢 最高的飞翔飞翔处 但是呢 身见他可能还有 他会执着这个 设身坐起来的 这种清安跟舒服的感觉 身见 还有戒进取跟称 这三个烦恼力量 还会让他再来欲界 因为呢 只要你抓取这个五蕴 身的时候 你还会再往下界 这个烦恼跟 欲界的 这个凡夫是相应的 因为身见 戒进取跟称呢 这三个节 要断不是凡夫 就是你 你如果断这三个节 的时候呢 你代表你已经是圣人 因这个身见 戒进取跟称的三节 不是凡夫所能断的 所以由三户还下 如果呢 还有这三个的话 你就是再回来凡夫这里了 所以这个道理 在大匹菩萨论里面有介绍 就是说 父慈五余 比玉界有情 犹如玉卒及黄罗人 就是守监狱的这个士兵跟呢 巡逻的人 骗力为顺下分解释 出二的话呢 就像贪跟称 就像那个守监狱的士兵 后面三个的解呢 就是巡逻的人 就是说 如果呢 刚好这个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一个亲友 他有这个财力去把你赎出来的时候呢 就好像你出了这个监狱 那出了监狱以后呢 他可能呢 还没有呢 走很远的时候 巡逻的人又看到他 再把他关回监狱 是因为我们本身之剑上 还有身剑 借进取跟移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再 回来 遇见 不再呢 没有办法从这里再超脱出去 所以如果一生凡夫 他用我们刚刚讲五庭心关 是最开始在道次第的时候修行 以呢 不进关来修玉滩 再以持心关来修称慧 离玉乃至无所有处 他能够离开这个 欲界到呢 我们刚刚讲 空 这个色界的 无色界的 已经来到无色界了 无色界 然后呢 身出禅乃至有顶 彼有身剑借进取跟移 还直将来 就是他呢 如果呢 他还会有这三个剑 或还没有断的时候 那很快他又会下跺 虽然他在修不禁关 修持心关 贪跟移好像呢 暂时呢 被禅定扶住 这里的离异乃至无所有处事 身出禁律乃至有顶 这都是用禅定去扶住 因为扶住我们的五概里面 要扶住贪跟移 可是如果你的见地观念没有的时候呢 你还会来御界 所以呢 你要静坐以前 如果你没有先有 正确的知见 正知正见的话 我想你呢 定力再高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你很快呢 你的心事波动 又是往御界这边相应 你还是有身见借进取跟移 所以你这边呢 又再往下 那你的静坐等于是 只是在那边呢 坐着 让自己的 可能 感觉身体的 这种清安跟舒服 还有呢 心情上 所以呢 这个就跟外道一样修禅定 所以你要修禅定 以前知见呢 观念是很重要 虽然 他这边用了不禁关 跟慈心观去对峙 暂时扶住 可是见或呢 见或错的话 还是再下来 我们上次举例就说 他还会对执着这个设身 他还会想到 设身相关的我 跟我所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等于他的见地 还没有建议起来的时候 那他还是在 欲界相应的众生 没有办法处理 那下面呢 他讲到是 五下的另外一个意思 五个往下的地方呢 是 这边 他说五下呢 依这个一章里面 讲有四个下的意思 去 做这个名称 就是戒呢 在三戒里面 他是最下面的 好 所以 第二个呢 裹下是呢 贪嗔戒进取三个 能感三个 恶道的众生 三恶道众生 果位也是 因为这个地方呢 五顺下 他相应的是最下 欲界里面就还有 三恶道众生 也是在欲界 然后人下 就是说 就是说身肩戒进取 还是凡夫身上 升起的 这里的人下是说 我们是凡夫 是比圣人来讲 更低的吃地 所以在凡夫身上才会有这三个错误的见解 所以破这个错误的斜肢斜剑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门槛 因为我们说五着二四就是剑着 我们的支剑上呢 越来斜肢斜剑越来越多了 尤其末法的时候 更多的那种斜说呢 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正确的时候 所以你如果没有很正确的支剑观念 那很容易 你的心会去摇摆 包括你的静坐的时候 你的起心动念是决定一切的 你的起心动念是决定在你哪里 就是决定在你的见解 你支剑正确的时候 你就是往正知正见 正定去相应了 你才会产生正知见 那再来呢 最后这个所障下呢 就是身见借尽起跟义 这三个呢 是会障碍出国圣人的正道 所以呢 对身见这个部分呢 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呢 再跟同学呢介绍 那这个诵句里面呢 还有提到是说 剩下分呢 五里面分三跟二 二的话是让你呢 就是摊跟撑 让你没有办法操 那三的话 这三个见地观念错误 你会再回来预解 所以呢 首先要先有身见借尽起 以这三个结先把它完成 以后你再完成摊跟撑 次第上是这样 然后这个游三互还下 这一句呢 就跟着后面这一句了 色门跟顾三 为什么有这三个呢 因为他要简洁二要 其实我们的见解不光三个 对不对 我们有五个嘛 身见边见斜见 见起 借近起 那这五个 为什么他会特别提这三个呢 他要说明 色门三 色跟三 色门跟顾三 这两个原因 这两个归纳以后的都是三 顾 就是他们都是三 色门有三个 就是把它归类为三种类型 然后呢 根本货来讲 他们可以跟 其他的根本货呢 有三个跟他相关的 所以下面他说明 色门跟顾三 就是诸预留果的圣人 他已把五件 我们个 这个 一开始进入水棉品的 在430页 好同学 可以稍微翻一下 随棉品的时候 一进来的时候 他是讲六 这个六就是我们 随棉诸有本 此差别六 就是哪六个呢 就是其中是 五件跟乙 不是讲这个六个 这里的六是 贪嗔慢 无名 见乙 那他把剑合成一个 这是因为他把剑合成一个的六 好 那我们这边的六呢 是指五件加仪的六个烦恼 他已经 这边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预留果 所以他这边的六是指 五个件加仪 这六个烦恼 就是呢 见货可以分五个 为什么呢 经中 但说 断去 身见 借进取 乙 这三个呢 杂安恒经里面 有提到说 这三个结 然后观答这个问题 有两个论师 第一个论师是色门 就讲说 他的意见是说 身见呢 就含瓜在我们的苦地下 九八随眠那一张表 你自己 如果有自己看 那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 知道身见呢 就在欲界苦地下 身边二戒有 我们的欲界有 色戒也是苦地下 有身边二戒 无色戒也是苦地下才有 所以呢 这个身见就是在苦的 这一门了 借进取呢 他是在苦跟道 当你要修道的时候 你会抓取 有的人说 我一定要到印度去朝圣拜拜 或是呢 到那边去 让恒河呢 稍微再洗一下恒河的水 好像恒河也被污染得很严重 他认为这样子才能 好像修道比较快 或是能够正的解脱涅槃 那个都是一种借进取见 借进取通于苦道 这两 当你在修道的时候 特别会对借进取有 错误的 这个认知 那疑呢 他呢 他呢 就通四个了 就是苦及灭道 四地 因为代表你对四圣地还不了解 你有怀疑 你才会有这个疑劫 还没有完全 把他破除掉 身见借进取跟乙 这三个结是在出国的时候要断的结 其实他含瓜在我们的四圣地里面的归类为这三 三个部分 所以呢 断三结是总设在这三门 第二个设根 他这个设字是通用到后面 射门 射根 都是三 五见跟乙呢 他们都是属于根本烦恼 据属根本烦恼 对不对 在我们上礼拜一开始 那个十个十 十个烦恼节呢 里面的五见 那另外一边是 施货里面有贪嗔吃卖 乙 乙他把他归位到那个 施货那边 因为你的见解都没有 时候呢 你的乙才会整个完全没有 所以呢 这些都是根本烦恼 那现在只是说 身见借近几乙呢 是因为他含瓜其他的三个 三个呢 有其他三个会跟着他转 那三个会跟着他转是 我们的边见随身见转 你会有边见 到底是长还是断 还是一 还是义 这个片两边的 对立的 时候是因为你对这个身见 有所执着抓取 那见取呢 是随着你的借进去 因为呢 你有这样的错误的 修行的 执着抓取 你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这个禁止的时候呢 是因为你见解上有所抓取 见取是跟着接进去 那你的斜见是因为你不清楚 你如果都清楚 你就没有斜见了 所以呢 我们的五见里面 其中两个见是跟着 这个有三个 三个都跟着 我们这三个结来转 所以这边圣政理论有讲 颜色跟着 身见三 身见借进去 以等三呢 是其他三根 以边见见起斜见 如其次第 随他转 随身见借进去 以三圣根而转得到的 所以呢 不管你是从射门或射根来讲 这个根不是根 我们的五根的根 而是根本烦恼 不管是射在哪一个种类 或是射在根本或里面 就是这三个结呢 可以射其他三个根本烦恼 表面上来讲 都是有三 都是要断 都需要断这三 不管是射种类 或射根本烦恼 他们这三个都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呢 他就已经包括其他了 所以他是断六 虽然断三等于断六 所以经说预留果 断三解 实际上是断六个根本或 并没有任何的冲突 那这里呢 就提到说 那为什么我们不赶快修行呢 正出国了 这里有两个说法 对不对 不欲去 不欲发去 就是呢 没有想要 这个欲就是有一个动机 让你想要前往的原因呢 是因为第一个有两个论识的说法 第一个是说 因为呢 有三个障碍 这边的欲界很好 其他地方呢 你觉得不一定对你来说是很好的 时候呢 你就没有这个动机要去修行了 所以呢 修行还要有这个出离心的 这个动机 出离心 菩提心 然后呢 再达到你的菩提 出离心发愿 然后呢 再达到你的菩提心 第二个呢 虽然有心呢 想要去 但是你迷路了 不知道该怎么走 就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地 第三个呢 你看到有两条路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 在路口 因为刚刚是呢 迷路 现在是怀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 正确路到底是哪一条 那所以这三个跟第二个论识的说法 其实也还蛮相接近的 再来呢 他讲到是说 我们知道从我们这生死很熟的 这一个轮回里面要回过头来走陌生的解脱道的时候啊 也是有相似的三个障碍 第一个呢 就是你有身见 就是我们这三个结 就是分别这相似的三个障碍 第一个刚刚讲这个 你不想去 因为你觉得这也比较好 就我们会执着 我们这个人呢 当人的身呢 五蕴身也很好啊 有的人身体很健康 也有财富 然后呢 又没有什么烦恼 他觉得当人也很快乐 那因为他没有什么苦的关系 他会觉得做人也不错 所以呢 苦地有时候反而是真上缘 对修行是一个逆真上缘 那由于呢 有身见的关系 这里的身见是 有些人他会认为说 修行就空 空性的智慧 那没有这个色身 五蕴是接空的时候 会产生很大的恐惧 认为呢 真的是几无所有吗 都没有吗 会害怕 所以呢 他认为这样也没有什么解脱了 就不想去那里 第二个呢 借进取 就跟前面讲的一样 是你会呢 迷于正道 迷思啊 就是迷思正道 就是说 你以为这样修行就可以达到解脱 借进取本身就说 你抓这个错误的修行 认为呢 这样就是可以达到解脱 有的人认为说 形式上要做什么 哪一些 如果没有这样做 就没有办法解脱 但是你要了解是心的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比这个形式更严重 当你的心呢 有佐执着抓取的时候 它的严重性就 更厉害了 所以升起 祈求解脱的大致 是因为迷思于正路 依世间的邪道而行 不管你经过怎么样的辛苦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捏盘 因为它走错路了 这个刚刚讲就是迷路 迷路就是借进取的一种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捏盘 第三个呢 就是犹豫 犹豫说 他呢 到底呢 是要走哪一条 因为他不会擅自观察 看到邪道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学习 像这个 我们这边上课的人很少 像妙天他们的学员就很多 大家会以为 那到底是哪一边是正道 人多的就是正道 是吗 所以这个 就是末法众生的建筑的时候 你要自己有智慧去判断 于是便对正道开始有所怀疑 不知道是要往哪一条走 自己就在那边怀疑的时候 你就不会走啊 或停在原地不走 那就 在那边浪费很久的时间 因为有所怀疑 那有的人就 就向前面退回第一个 那当人就好了 不用再那么麻烦 还有修行 感觉这个修行也有麻烦 前说呢 剩下分五个呢 那 再来就剩上 那要进入剩上以前 我想我先要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因为这支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上礼拜这个讲义呢 有给同学了 这个节呢 就是有提到 最后有一段文字 这里呢 出国要断三节实质上的意涵是因为 你要先现观四圣地嘛 对不对 你要断三个节 这个之鉴上的错误呢 你要破除这个身心是我的认知 这种认知呢 你还要怎么样 透过你在现观 就是呢 在静当中呢 去观察 观察这个五蕴 是摄蕴 受蕴 响蕴 行蕴 这样的一个和和 世蕴的和和 还有呢 非阴 既阴 非果既 我的这个血见 因为你如果知道五蕴 非我有的话 那你又会觉得你去抓取任何的 这个修行呢 也是一种斜见 所以要破除我见就是 以后呢 先有身见 要去先现观的时候 你要先有之见上的了解 了解以后你才会去观察 所以呢 他意思说 要破除身见 以跟借境取得 正出果的时候呢 你要先有能力去破除 五蕴 身心 唯我的认知 所以这时候要现观 那现观的时候 就是你要在定当中 很近的时候去观察 正确知道呢 这个道士如何修 才能破除 烦恼 所以呢 要先有之见上的了解 破见或以后你才能真正的 去做观 修正之道呢 就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所以呢 下面讲说 据身我见跟分别我见是怎么不一样 分别我见的话呢 只是呢 你的这个之见上的分别呢 要先破除 好 据身的话就是与生俱来的惯性的执着才能再破除 所以观念先建立起来 你才有办法去真正的破除 五蕴 身心 唯我的认知 那有这样的破除的身心 因非我有的认知以后 你才能再破 非因既因 非果既我的邪见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 在这里 我们要把这个不良的心理作用了 先了解 所以佛教 要以时常讲 某人的邪之邪见 就是他的见解是错误的 颠倒的 不合真理的 那究竟什么叫做邪之邪见呢 其实呢 就是佛教归为这五类 这就是在出国的时候就完全要破除了 如果这五个没有破除 我想要进入圣人之流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 撒迦也见 第二个 别指见 邪见 见起跟戒进起 不过刚刚呢 三个截里面 其实就涵刮这五件嘛 因为我们今天复习的时候 他设三个根 就是 生见呢 就涵刮边见 你有生见 你一定会有边见 然后呢 你有戒进取 你一定有见取 然后你的邪见 一定是疑的关系而来的 所以这个见呢 本身呢 有好有坏 就是正知正见的时候 是对的 邪之随见就是不对的 好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见呢 就是这五见呢 归为这五个都是一种不亲近的 第一个撒迦也呢 加也就是身的意思 前面加一个撒呢 这是印度化的翻译 就是说 翻成中文把它变成是 你要破坏你这个身见 代表这个五运合合 这个破坏的身见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身呢 是五运合合 它不是一个永久的存在性 它是根据你的色受响形式 因缘合合而成的 所以呢 身体不是你能控制它 他今天早上起床要觉得呢 好像呢 头鹰或是呢 不舒服 这个都不是你能控制的 那什么时候你要往生 你能知道吗 除非你已经修到 正德国位圣 他可以预知十字 所以呢 它是一种破坏的身 意思说 这个呢 是一种 他说见并不是看见 是一种很深刻的认识 这边的见是一种深刻的认识 见解 见意 观念 就是翻成中文有身见 是破坏的身见 其实我们的身心 不一定是人 只要有情动物 狗牛马 这些 因为众生平等 所有众生都有佛性 但是呢 只是他们现在在低层次 等他有一天呢 也转世轮回当人 他也有机会在听闻佛法 他也可以称佛 所以呢 这个生命体呢 就是叫做撒迦耶 包括呢 有情众生都是 那实际上呢 就是说 我们身上很多的五官 手肉经脉 心肝脾肺肾脑 这些东西 合成一个 撒迦耶 那解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 这本来没有什么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个人的自己 就每一个人自己 所以也叫做 有己身健 所以身健后来也抓成为 翻译成 我健的时候 是因为他还要含瓜你的 心事的这一块 贪嗔痴满意 身健里面的 比较注重在 我们这个色身里面的一些 身心 那我的话呢 他还要贪嗔之满的 这些执着抓取 那对于呢 五曲韵 这个水质为我或我所 依活法来讲 这个身心可以分为五大类 就是刚刚讲的五韵 所以呢 色是物质 是我们身体的血肉 你会感到苦跟乐 是一种呢 我们身体的 这个一种瘦 那一种瘦会让你的心呢 就会产生贪跟撑的执着出来 那我们看到什么 就能够有个印象 形成一个概念 慢慢呢 这是什么呢 是什么 是一个心理作用 这有响 现在呢 这里讲的是种种心理作用的心 我们的心呢 这个作用就出来了 那是呢 就跟着你的这个意识分别了 我们就会有眼是耳是 鼻是舌是 生是意识 所以依活法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众生 所以呢 不是光人啊 动物他有感受啊 他也会想 他有是的作用啊 所以一般人呢 大概呢 不会把他这样分 他就是有一个我 他心里想这个我 好像有一个东西一样 假使有人缺一只手 他是不是这个我 就缺一块 没有 他还是觉得就是我 他不觉得我缺了一个 我还是我 所以呢 有人就把这个身体看成是我 所以如果没有透过修行 没有透过活法的分析 大部分人就是 就是一个我 他没有特别去 做这样的一个概念法的了解 那有的人觉得身体 他会新陈代谢 时常在变化 你的细胞也在变 你的心事也深深灭灭 所以在分析到更多的时候 他又有更多的 我们的这个内容出来的时候 你的这个了知啊 应该会更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能够知道苦 知道乐这个受就是我 有的觉得这个也不一定 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呢 你有苦乐吗 好 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我 还是有 好 所以呢 有的人呢 会执着受是我 有的人会执着想 所以每一个人又执着不一样 有人执着呢 失心所 这个意志作用是我 有人觉得呢 他的眼是耳是鼻是神 我现在会看会听 会闻这些呢 就是我 好 所以有一个变成了这一边呢 这一句话比较重要 就是有一个我的 这个永恒不变的意义存在 所以这是通俗平常人 大概就这样想 好 我们现在在人间 那我会想 既然我是一个永恒不变 那我们就开始想 我以后会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通常都不是想 现在当下 该修行该怎么做 而是想以后的事情 生的时候都想以后的事情 或者呢 还是做人 那这个时候你的心 就会开始跑出这个边界 因为你会想 我现在当人 下辈子呢 会在头身当哪里的人 就常见会出来 或者呢 有个东西说 我会跑到天界吧 或是堕到地狱 或是到畜生 好像有个东西在那里跑来跑去 这就是一个我见 以佛大觉大侧大悟的智慧 是没有我这个东西 我们的生死轮回 是什么在轮回 那外道问你说 那你说没有我 那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呢 为什么会有一个你在生死轮回 为什么是有这个业 既然没有我 怎么会有业轮回呢 是你的心是波动 你现在起一个善念 他就相续一个善的时候 你就往始法界的善去相应 你的心是带你去波动 到哪一个法界的 而不是有一个我在轮回 所以呢 你的念力也就是你的业力 你的念是在哪里 你的业就跑到哪里 然后你就在哪里了 所以我们会 以生死轮回来讲 是没有一个我在轮回 然后也是你的心是波动 在带你去的 那众生呢 就在无取运上了 执着有我 那随直为我呢 随便执着一个 就说刚刚讲 色是我 受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事是我 就随他所执而产生出来 那其他的呢 其他就叫做我所 其他跟你相关的 就叫我所了 那我们普通讲 我的手 这一只手是我的 我的 那我们人有了我呢 一定有我所这个概念 然后呢 就把受啊 苦受热受 这个我所也出来了 所以因素当时往外道 就各式各样的推论 执着 那所以呢 很多活教的讲 常见断见 这个边见 其实是破当时候的外道 太多这种常见跟断见 那活法这个 撒迦也见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会在这个身体 有 这个 迦也是身 有这个身 我们会在 有这个身体上的这种 起一种执着 其实我跟我见 种种执着 都是从我的身心而来的 那这个世间上 太多宗教了 小的宗教也很多 都有他们一套的观念 那我们中国人也会有一个轮回 灵魂的 灵魂的这个轮回 生死轮回是 我们有了烦恼去造业 所以是业带你去轮回 那业是来自于刚刚讲念力 因为你有念 你的念 有善有恶 那就有不同的业 那就会带你去轮回了 所以刚刚外道说 没有我那怎么有甚 是因为其实都是 这个念力 那念力呢 它的波动就会产生业 那这个业的力量 它就会感受果报 一生一生的 就把它连续下来了 但是当中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这句话很重要 你的一生一生 都是由你前世的 业力念力串联起来的 然后呢 当中没有一个不变的 因为你撒那 你的心思都在变了 就是你来上这一堂课 你听了以后 你的观念都已经在变了 不可能都一直不变的 然后呢 曾经有一个 譬如说 有一个小学 历史悠久 现在台湾的小学 有日记时代 或一百年以上的 也有很多 那这个小学 一直叫这个名称 就像我们说 我是人 可是呢 真正的问的时候 校长已经都换了 因为呢 校长呢 要做几任就要下了 也不可能一直做校长 然后老师也不是以前的老师 那学生当然更是啦 因为学生毕业就走了 来来去去啦 甚至从前这个学校校舍也不见了 坏了 有的换了地方再重建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什么小学 地方也变 校长也变 老师也变 学生也变 什么都变 但是学校名称不变 那就像几千年来 就是人 我们就是人 但是人的随着心事 在波动的时候 其实 你不一定是 里面那个事已经是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时候 你不一定下一世是人啦 所以他前前后后都有因果的 但是什么都变了 就是因果相续的 相似相续这样子 有生死有轮回有夜报 所以佛法这个道理呢 就是很深 众生对于无取运 尤其这个跨这个取字 取就是抓取这个无运生的这种执着 执着当中一个运是我 其他的就变成是我所 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撒迦耶锦 那本身这就是一个错误的 我们刚刚讲 要介绍这五件都是一个错误的之间 都是一种不清净的染污的智慧 撒迦耶锦也是一个染污 那但是这个智慧是染污的 我们的会心所里面有染污的跟清净的 就是因为众生有颠倒 所以四字变冲 越有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四字变冲越严重 你要破他的执着颠倒更难 所以智慧本身不见得一定是对的是好的 是正之见 他如果有颠倒错误不清净的时候 就是一种染污了 所以学活的人要有正之见 就是要清净的智慧 这个五见是一种 扎染的不清净的 就是撒迦耶锦的意思 所以他本身是败坏或破坏 就是说要 这个身不是藏的 是一个随时在变化的 我们的身体 然后我们的心里也一直在变 所以赵佛说 撒那撒那都在变 一直在变 前心后心 前念后念 就是一种败坏的 所以撒迦耶锦也是 坏生见 破坏的生见 那加也本身是有和和式 就刚刚讲积聚 运 我们的五运这个运制本身就是积聚 所以身体是五运和和 是一种因缘积聚 都是无常变化的东西 一切都在变化 所以叫撒迦耶 前面那个坏 后面那个是积聚和和 破坏的五运积聚和和的身 那于此中呢 我们就会去执着 是一还是长 是相同还是呢 长的 有的人觉得前面的身跟后面身 有一个前后一样 没有变化的东西 那么是一是长 那我们普通人就有这样的观念 大部分人都不一定会活到一百岁 可是呢 一直都打未来的主意 就想前身跟后事 对你现在当下念头 你都没有在注意 那就再照未来的因 对 未来的果就没有去管它 你当下因把它注意处理好 你未来的果就是好的 但是没有的时候 你一直在颠倒梦想 或起很多的妄念的时候 错误的之间的时候 你就是已经在影响你后事的果了 所以活法里面称我们的身体呢 叫做撒迦耶 活法里面就是 这个身体 是一种破 常想跟破一 那我们下面看到这个金刚经 他就讲一合合相 就是呢 我们的一合相就是整个合合起来 其实呢 所谓一合相是什么 所有因缘所合合的相 所谓一合合相 所谓一合合相 即非一合合相 因为呢 这个合合相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合 所以其实不是一样东西 是合合的 所以要破一个一 那无常积聚的中间 是没有我跟我所 既然他是一种积聚的 他不是常的 那就是 他就是 是非一合相 所以这边呢 他讲 设受想行事是合合 这里面没有像我们人 或像外道所想 有一个我跟我所 执着有我跟我所 就是撒迦也见了 所以第一个 建定观念要先建立 就要建立空性的智慧里面的我 这样子破我执 无我跟我所 这样子能见 撒迦也见是然会的部分 所以这边讲到是说 俱呢 这边有一个 俱指说 染会者为烦恼俱 就是只要你错误的染污的智慧 他同时会有什么 跟其他的烦恼一起活动 这个俱 同时你的贪嗔痴都有 因为呢 代表你不清楚 你有无名 你才会有染污的智慧 有染污的智慧 你的贪跟撑就会出来了 其他各式各样的烦恼就有 所以当你没有我跟我所的时候 其实很多烦恼也可以破除掉 因为他会跟其他烦恼在一起 这种智慧是不清错误 就要染汇 那撒迦也的作用是 一切剑平所依为业 所以为什么第一个要破是身剑 你有身剑的话 很多的观念见地 就会依他而起 然后品就是类 一类一类的 一切的剑 支剑上的类型的 各式各样的剑 都是依你的这个我 而产生出来 所以佛教讲修行 了身是根本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有了我剑 撒迦也剑以后呢 各式各样的剑就跟着来 一切错误的见解根本都建立在一个我 因为别人有一个观念 你也有观念 两个观念是相左的时候 你就会有对立 就会产生摩擦 假使呢 把撒迦也破了 那就可以了 生死得解脱了 出国圣人 第一个要断就是这个 这是最根本的一个生死烦恼 要无我 如果第一个破得了 那后面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第一个是最最最困难的 一定要除了你的观念建立 建立起来 你要多多去做现观 用生活里面太多的 可以去观察了 这个身里面的一切呢 都不是你能控制 他什么时候要坏掉 因为身体太多的灵件 就像机器 他用到一个阶段 他要坏的时候 他也没有先预先告知你吧 所以不是你能控制的 只有就是说 你今天有一个能控制 控制你自己的心念说 我现在要来上课 我现在要讲什么话 但是身体 他是借你用的 你来这个人间 他借你用 他要用到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 当你出生那一天 他就是有一天会坏掉 那你有这样的认知以后 你还要去观 做观 观得越清楚的时候呢 我想后面这些见解的问题呢 就是依这个我见而来 就是比较容易了 他的染污呢 都是因为你偏一边 所以下面第二个这个边直见 边一边 看你是抓长或抓段 这个是因为撒加也见的真上力 即所取 然后直长直断 染汇为性 所以撒加也见是一切见的所依 依撒加也见就引起四种 我们刚刚讲的边见 然后斜见 见起跟接近起 那活法其实他是中道的 他也不要你苦行 他也不能极端的乐 就是中道 所以呢 这边呢 只要是偏一边的都不对 偏直见 所以要一个呢 正确修行 不能太急速 也不能太慢 不缓不急 这样子 要调到刚刚好 那因为众生有不同的根性 要根据他们不同的一些条件来做呢 自我要认知 认识自己再去做调整 所以活法里面有二边 拿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思想会有两个极端 偏一个一或一 是一还是一 执着是长还是断 那我们简单说呢 就是你要不落入两边的中道 那如果有撒加也见的时候 你会有增强的力量 会让你的边持见越严重 因为我们会希望 若你对这个射身 你把他呢 保养得很好 然后呢 一直要保持他的健康 然后你又希望自己过得很快乐 那你就会花很多时间跟功夫 那你就是抓一个长嘛 希望那个一支不变 但是他不可能是不变的 也不可能是不坏的 那或者执着说 反正呢 你死了什么都没有 那所以呢 无所谓的时候呢 还是下一辈子是人 那就对这个身体 他也不会特别有什么执着 但是呢 他有断见 所以维护论者认为死了就算了 就什么没有了 好我们这个身体跟精神活动 只要一死一切没有 所以这一种活法叫做断见 好 假使说我现在有一个我将来 我死了 不论我到哪里 这个我还是这个样子 好 前后都一模一样 没有变化 那就没有因果嘛 对不对 因为呢 你怎么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啊 前后都一样啊 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会有断见又会成为一个常见 这都是因为执着一个我而来 好 因为外道太多这种情形 所以佛陀 就会先破斥编直见 好 那其实 这世间上呢 一定都是变的 无常 那 无我 因为 无常 然后又因为苦 那一定是无我 所以没有所谓绝对的东西 好 那这个我呢 认为说要绝对自在 我在空间是这样 无所不在是骗 以时间是长 好 这都是当时候外道的执着 所以呢 呃 这样是障碍学习中道的 呃 正知正见 而且没有办法处理生死轮回 好 那到下面呢 就是斜见了 斜见我想等一下好了 我们好 再继续 好 先休息 好 这斜见里面有广义跟狭义 只要是一切不正确的见解 都叫斜见 假使佛法当中有特殊的意识来讲的话 就是这五个 如果以特殊的意义来讲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五件是 指斜见 那如果广义来讲是一切不正确的见解都叫斜见 所以这五件当中呢包括是毁谤因果没有因果观念 第二个呢就是毁谤这个作用 就是因果它会产生作用嘛 什么因就会产生什么果 然后呢破坏的就是说 坏善事就是因为没有因果 所以它对于这个作善呢 它也不承认说会产生好的果报 所以毁谤因果就是一个最严重的邪见 所以我们佛教讲的夜报夜果呢 就是前生到今生 今生再到后世都是一个因果的关系 那因为有这样的因果关系 我们会有生死轮回的延续嘛 那有一些就是刚刚提到 唯物论它认为没有 就是因为它没有因果关系 它不相信因果 所以你跟它讲 要起善念做善事都没有用 因为它不承认有这样的因果 所以它会毁谤因果 那我们普通人呢 不相信的 因为它说看不到嘛 它说因为它没看 大家怎么会真的有因果 就是那我们要从现象界 你的一个种子种下去 好的种子 它就拆出好的花跟果实 就是用这个现象里面 没有办法跨越到前世今生 跟来世的时候啊 就是以短的来看 这样很多他们其实会落在这样的一个 错误的因果观念里 就说没有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佛法里面叫烦恼夜果 我们心理上会有贪嗔痴慢 建仪 其实在我们刚刚翻到前面 四百三十页 这个随眠品一进来 它的六个就分成这六个 随眠猪油本 就是这六个呢 把键呢 刚刚我们这个键呢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键 键的位置这个地方了 就把它分为五个键 它分五个 分五个来看 不能动它 分有五个来看它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六个里面的那个键 就是贪嗔痴慢键 他们有一些不良的心理作用 就叫烦恼 所以火教里面很重要 就是要把你的这不良的心理作用 都要把它去除掉 因为没有这些不良的心理作用 你是一个清静业 我们刚刚讲念力就是业力 那你的念是来自于呢 你有错误的心理作用的时候 你的业力就会有 好 它就会造业了 那你的念如果是清静的时候呢 那你这些呢 业是清静的 它就不会有去不清静的地方 它一定会去 不是净土 就是十方法界 你该去的一个清静的国度 所以造的善恶业呢 都会有 就是因为从这些烦恼来 所以这些呢 不良的心理作用 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去认识它 然后呢 它会让你赶未来国 像我们人这个五蕴和合身心 它就是一个国 目前我们的 现在的这一个 人的这个国报的五蕴身心 它本身就是前身 我们去赶得的这个业 那现在得到这个人的国报 所以这个地方讲因果 不是普通的 一定是讲三 三世因果最容易看的 就是我们的十二因缘 一知今生者 全身作者是 一世来世果 全身作者是 所以呢 三世因果就是 这样属于 一个呢 前因后果的关系 串联起来的 那这一生呢 最严重 如果你这一生 在十二因缘里面 无名是一个源头 当然它是一个很重要 是整个的重要的这个体 但是呢 爱跟取呢 我们这一生 如果从爱取 那一定就有有 因为它是前后相关的 十二因缘是 前因后果这样子 串联起来的 所以有爱取跟无名 这三个烦恼的时候呢 那这个行跟有 因为无名就行嘛 那爱取后面就有 所以无名跟行是 过去的因 那今生的是 四名色六路促寿 这是这一生的果 然后呢 从爱跟取 还有有 如果呢 你自我检查的时候 你如果检查 你这一生呢 你的这个贪爱的心 跟执着的心 都很重啊 那必然又有 下一次的轮回 你已经在照 下一次的果了 可以自我检查 一定会有轮回 那你如果不要轮回 那你的爱取有 一定是要 怎么样 破解要逆回去 没有有 要一定没有取 没有执着 抓取 一定要没有贪爱的心 这样合起来 这五个 就是因了 一个是过去的因 一个爱取有 是这一生的因 这一生再造因 就是未来的果 如果你毁谤的 不承认这样的 烦恼跟业 说没有无名 没有业 没有取 没有有 没有行 然后不相信业 也不相信善恶业 那就是毁谤因 依这个阿赖耶士的种子 这个是有这样的业 所以 世尊说 如果业能够与未来的果 业能够给你未来果 它就叫做有 十二因缘里面的有 就是你会呢 在八世里面的业的种子里面 已经又开始造什么样 一个轮回的果出来了 那我们说造业 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善恶的事情 我们做善业 比方了 做这些善事好了 你就放生不失 救人守戒 那你就有一股力量留下来 这个善业的种子就留在你阿赖耶 做了恶业的时候呢 幻戒 杀道 淫妄 欺骗这些就有一个印象跟力量 形成恶业种子 藏在你的阿赖耶 那因为这个油 就是阿赖耶里面的业种子 它也叫做业 油本身也是业 在经典里面 世尊说 阿难 假使 业能够呢 给予未来的果报 那叫做油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的白话在解释 所以业能够招感 未来果报的意义就是油 如是等呢 你毁谤这个因的话 就上面讲三个烦恼 两种业都是因 善恶 如果呢 火定这许多事情 不承认烦恼业 那就是毁谤因了 那果的部分呢 就十二因缘里面 我刚刚讲 我们这一生从四入母胎开始 你的四来头生 四名色六入处受 你的那个六根处六径开始 每一个人 他的感受会不一样 那你会有感受 然后你的生命会生 开始有一个老死的过程 就是这个生跟老死 就因为这边都是在讲果了 他在这个果你也觉得没有 那因为这边其实在讲十二元起 我想这边我就可以跳过去了 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开始 我们在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 也跟大家介绍很清楚 真正生命的开始 就是呢 在护金母学交合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 受精卵只要开始有试进去 他就有生命了 所以为什么堕胎也算杀生是这样子 所以他已经结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一只从这样生命的开始 一直到断气 都是在承受我们前世 业的果报 那可是呢 我们人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跟事啊 还可以改变 好像动物呢 他没有办法来学习活法 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事 他没有办法决定他的命运 改变他的命运 所以呢 他就要当这个动物很久很久 等他的夜呢 夜报尽了 他有机会转身高层次的 动物有一些也没有办法 一定要到人 才有办法再学习活法 所以呢 要到这样的一念呢 呼吸停止以后 这样的生命死了 这样子 再又下一个生命的开始 所以死也不是生命的结束 而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所以活教队生死一辱啊 死也不用害怕 因为他是另外一个生的开始 生跟死都是一样 生的时候不用高兴 死的时候不用悲伤 死或许他是另外一个 生命形态转变解脱 他可能有更好的一个地方 那这七种呢 都是果 就是烦恼业所剩 换句话呢 如果不相信三四因 不相信十二因缘 就是傍因果了 好 这个是讲因果的部分 所以傍无此事 他是无父无母 无化身 众生此傍事 为傍作用 好 就是 毁谤说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前世今生的这个作用 所以众生虽然没有我跟我所 可是有从前生到后世的这个作用 作用哦 我现在讲作用 虽然没有一个我跟我所在轮回 但是却有这个事带我们从前生到后世的这个作用的过程 假使呢 你是当人又有智慧 有这个让你的 在这个作用里面 你又能 因为学习活法 改变你的事 这样就是 嗯 一个生命主宰的 开始了 这 只有这个是你能够掌握的 好 所以 结身相续作用 没有化身的众身 那就是没有中阴身了 好 就是说 马上去投身了 这一身 这一死那边就生了 好 就不用有中阴身了 这个地方死在美国就出生了 好 那就是说 比方了某年某月死了 过了十天八天或是二十天三十天 在一个地方出生 那中间这个地方呢 连接不起来 所以在 记者论里面有讲到中阴身 所以中阴身是化身的 好 前后相续的时候 那父母一结合的时候 就我们的胎身 就结身就出来了 好 如果没有中阴这个化身众身了 这个连续没有办法成立 因为要从 我们这一生跨越到 另外一个生命 可能中间你要有七八天的 再去找有缘的父母 这时间的 中间过程 就是化身的众身 把他结身相续起来 所以他说有三个地方 你是毁谤因果 毁谤作用 毁谤无善事 毁谤没有世间的阿罗汉 因为有人就拿自己来想 人就是人 怎么有一个人呢 可以说是解脱的阿罗汉 不太相信有圣人 所以这个就会跟后面有相关 怀疑是不是有圣人 怀疑佛陀讲的法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解脱 怀疑佛陀讲的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能够修正成功呢 如果这些都是 跟着现在这个也有关系 邪见里面有关系 邪见刚刚讲跟已有关系 当你没有这些邪见 你就没有怀疑了 那你不相信 是不是真的能够 究竟解脱生死的阿罗汉 在原始活教 佛陀也是阿罗汉 有很多的人认为 他这个人就是一个人 没有什么了生托死的圣人 完全是以自己的一切 想法为出发 这一个就是坏善事 在因果里面有坏因 坏作用 坏善事 善事就是说 对于成就的圣人 还有成就圣人的法 还有佛陀讲的成就圣人 佛陀说出来的法 他的怀疑 所以毁谤因果 毁谤作用 毁谤善事 这都是邪见 所以邪见有包括这三个部分 这样的邪见的人 他就有断善根的作用了 我们现在的烦恼去 我们人 即使现在烦恼去做坏事 他里面善的根还在 假使像这种邪之邪见的人 他可以达到完全没有善根的阶段 叫断善根为严 不善根坚固 所依为严 所以上面讲 无贪、无称、无吃 那贪生吃三个就不善 很坚固 这个就是因为 他有这样的邪见的关系 所以呢 他的这个贪生吃 就会很坚固了 没有办法破除了 所以普通的撒迦野剑 为根本而直断肠 但最坏的还是在 还有这个邪见 邪见也很严重 所以现在呢 末法时期 邪之邪见的人更多 为什么五卓二十 越到后来会越严重 就是因为见着 知见错误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呢 也会造就我们的 这个气势间里面 很多的环境的破坏 很多的 因为人的这个道德观念 越来越沦丧了 所以他不会想说 要做善 就开始世界会很 所以新闻打开前十分钟 都在看吵架打架的事情 因为超商去那个口罩没戴 人家提醒他被杀 然后也要被挖眼镜 然后买东西的时候 两个为了抢一个东西 排线又两个打架 结果一打开那个新闻 好像都没有什么 都是在打架吵架 要不然杀人 为了车子按喇叭也是吵架 所以这个就是 人的那种 邪之邪见的观念 又没有因果 那个末法时期的见着 我就会越来越重 这边就讲到 有一些是知识越重的 他的之间越是偏的更严重 那就会产生这个剑曲了 就是抓曲刚刚我觉得的这个是最好最棒的 然后就很难破除了 所以这个三剑就是说 我们的生剑 然后呢 还有呢 于三剑即所依运 这边撒迦也剑 边剑 这里讲的是边剑 是以我们刚刚前面看过这三个 撒迦也剑 边剑跟斜剑 跟是依我们的五蕴生而有的 他的业就是跟斜剑一样 剑曲剑 也是会抓取执着 你就一直认为 你想的你看的你的见解是最对最好的 那因为他是沿着前面而来 因为你有错误的身剑 你有错误的边直剑 你有错误的斜剑 那所以呢 就会抓取 活说一切剑都是依五蕴而生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第一个身剑就破的话 后面就更容易了 因为会直蕴是我 然后呢 欲蕴呢 到底这个五蕴是我 还是我的 是在五蕴以外的部分 那断剑跟长剑 还有很多的都是根据这个来 所以会为最上最胜最极 是形容词的意思 就是把自己认为的是最对最好最殊胜的 顶高顶好顶伟大的就是见取 那执着 我们的身心是长是断是也前面那些都是他的见取的一个内容 那就会毁谤真理 所以世间上真来真去的真啊 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贪爱 贪爱自己的见解 一个人想要这个另外一个人不要 然后就会在那边真 所以有时候新闻其实负面的多于正面 做应该多多是传播一些好的讯息或是正面的给 只有错误的那一种示范 画面就一只宠物 那就会呢 有一些人他会被影响或是呢 去学习 所以这些呢 就是当然更其他的 政治的就不用讲 真理真理真国家真地盘真来真去 都是都是贪 然后第二个就是见取里面第二个原因是真贱 刚刚贪第二个就是我的主张最对 我的见解最彻底 然后你的见解是错的 所以契入法界的时候的众生他会怎么样 了了清楚 但是没有任何的意见 因为你只如实观法界 知道法界的所有现象你都很清楚 但是你没有意见是因为 你已经没有贪嗔痴 你没有你的意识心分别产生的执着 这是呢 思想的问题 所以思想观念先导正以后 我想再修行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跟指南真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虽然五顺下分解在我们的原辉法师这里 写的蛮简单的 但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世界会混乱问题也是出在思想 政治上的 就是说我能救我能救世界 其实这个救世界也是要因缘法 整个要很多的因缘配合 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了 或是我才有办法 那政治上也是一个真质一样 最究竟的别人都不对 自己的才是对 这样就是一个简取了 那我们之前看过十四无忌啊 问说这个世界是常住还是无常 是有边还是无边 那我们这个生命和我的身体 是一还是义 像这种问题 释迦牟尼佛都讲是无忌 因为呢 不加以答复 因为这些呢 就像刚刚建取 你会抓这个才对 那个不对 这个对 这个 那就会产生很多的执着 抓取分别 但是呢 其实这些都没有意义的问题 而且会越吵越严重 所以佛陀就不回答 而且他跟我们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 让你知道呢 让你知道说 这个世界是常还是无常 有边无边 跟你的生死有关系吗 所以 而且世界也一直不断在变化 不断的在沉住坏空 所以一方面呢 我们要关系的是自己的修行 然后当你自己修行有利益的时候 还要再帮助跟你有缘的人 那一方面呢 不障碍别人 使别人也能够得到好处 一方面使自己的身心也要清静 然后得到解脱 所以佛要说的法要就是这两个 第一个呢 你要先让自己亲近得到解脱 第二个 你要呢 不障碍别人 也让别人能够得到解脱 这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个没有不重要的见取 执着就不用讲了 所以佛陀呢 也不会跟人真 原始佛教里面叫无真法门 不真 他说当时候很多学外道的人 看到因为很多外道也来学佛法 他们看到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呢 很简单的开示 他一反省 就说这个呢 有好处 对自己的身心确实呢 有好处 那他自然就 等于说佛陀会跟他讲一些呢 修行的方法 那他们能够真正感受到这个好处的时候 他们就会呢 来学习佛法 所以见取就是对上面这三种见执着 我认为呢 上面三种是我们刚刚看过 撒迦野剑 编指剑 还有呢 斜剑 这三个 认为只有这个好排斥其他的 那我就后面 再跳快一点 所以呢 所依的还是这个五蕴 所依蕴 还是呢 朱剑是依五蕴而产生出来 然后业呢 就跟斜剑一样的业力 斜剑的作用能够断出散法 断散根 使不好的生起 见取也是一样 好的事情会被破坏 使人的善心善行会越来越差 坏的会增长 那下面呢 因为见取就会产生戒进取嘛 戒进取的话 有戒有净 就知道戒的话是还好 因为我们前面呢 在我们的那个夜评 我们讲到戒的话 戒是生三口是戒 你的生跟乙七种的善 戒不好的恶行产生善 所以活教讲的戒是生乙七种 身体三个 不杀不偷不盗 不两舌不恶口不其余 不妄于 在下面这里 所以呢 但是呢 这个戒进取却是这样子 以恶剑为先 离开七种恶 它是因为错误的恶剑 然后让你呢 去导致你要阻止你做七种恶 这七种恶就是生三口是 但是你的错误的见解 会导致你怎么样 走错路迷路了 因为虽然你有戒七种恶 所以在戒这一块 你可能是善的 你某一些你不做你做善的 可是你导向错误的地方去 他说这里动 因为以恶剑为先 加入你的动机是错的 那就不对了 就是说以错误颠倒的见解 斜肢斜剑为出发来 持戒的时候 就是外道这个持牛持狗 因为他看到这个牛跟狗 因为外道那个时候 他也打错 他也有天眼 看到这个牛跟狗 刚好这个牛要往生了 往生以后他升天 他就觉得 这一只牛原来一生都吃草 不要吃肉 跟着学他吃草 然后这样的苦修 就可以升天 他这个错误的所见 就误以为 因为吃草 然后不杀生也是好的 因为你不杀生 可是你学他吃草 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因为你看到他升天 以二见为先 所以你导向你 虽然是做了一个善 但是你是往错误的方向去做 狗也是 所以中国好像没有像他们这样 印度外道 这种静的很多 就是要到恒河去洗 洗澡 以为这样子 三叶清净 牲口液清净 不管这个恒河染污的 怎么严重 他还是做这样的事情 在佛法经论里面 讲到很多外道的 很怪的行为 那 就是这里有讲到 中国有一个外道也是 每天他要到那个 排泄的粪缸里面去洗澡 然后他认为这样可以 升天成仙 或不食人间烟火 那这个就是没有智慧 这很奇怪的事情 那这都是禁止 禁止包括这一禁呢 是禁止你去做某些事 然后呢 可能你在这个时候 你不会去做坏事 深山口誓是保持在这样的一个 不会做坏事的情形 但是你的邪知邪见 不是一个清净的智慧 那这个戒呢 他呢 因为是不正当的知见 所形成的戒 虽然你不会去犯杀倒影 不会犯杀倒影 然后深山口誓是清净 但是不正确的知见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好事 但是这个禁呢 是一个错误的 错误的很奇怪的 学牛吃草 或呢 去呢 喝呢 这个粪便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像我们中国也是很多这种奇怪的事情 这样你就是要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解脱的意义 就是讲 佛陀好了 他当时候先以为苦修可以得解脱六年 结果呢 刚开始前六年的也是一个戒净起见 后来让他 能够开悟的时候是因为怎么样 牧羊领供应他牛奶 然后那一天呢 他因为呢 没有再修苦行 因为苦行的时候 一天只吃一颗小小的芝麻 这个身心怎么看受得了 所以呢 我们的脑细胞要活化 有营养 他才会有智慧的转化 所以呢 当他有身体的营养 以后又打坐的时候 他在坐观 就能够很清楚的观 整个法界里面清净的智慧 看到整个法界的内容了 所以呢 他就悟了世圣地的真理 所以本身活佗就是因为这样走错误的路 告诉我们也不能再跟他一样走错误的路 会浪费很久很久的时间 那这个因为呢 就是讲去普陀山朝圣的时候 人因为在那里看过观音菩萨 那就很多人去那里朝圣 也是希望再看到观音菩萨 那结果呢 如果看不到的 还说那边有一个舍身癌 你如果舍身你就看到 真的有人就在那边舍身 这就是愚痴没有智慧的借静起见 所以要禁止 有人在那边舍身 就是因为众生的那种 恶见邪见 迷迷糊糊的观念太多了 所以当你 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正知正见没有建立的时候 其实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也会浪费很多 就是执着这个因 错误的因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这里讲一句话 亲近者 为己说此无间方便以为情 就是说 无间就是没有中间 马上 好 就是说 以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解脱烦恼 出离生死 这是一种借静起见 都是错误的 你会记着这样子一个亲近 是错误的 所以这种借静起见 能够呢 与无果 堂劳 无果是没有结果的意思 好 就是这样呢 会让你呢 产生了没有结果的 无结果 然后呢 堂劳是 没有任何的 所作呢 是白费的 突然的 毫无意义的一种疲劳 就弄得自己很辛苦 但是没有结果 然后也不能获得出苦 就是刚刚讲六年苦行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结果 如果后来那个没有出现的话 可能佛陀还会继续苦行的时候 就时间要拉更久了 以上这五种是不正确的邪知邪见 最后呢 疑 就是因为呢 你对以上都是不清楚 就在怀疑 是不是有四圣地 是不是有三宝 然后呢 唯有或没有 然后犹豫 不生善法 因为呢 你只要有上面那边都是邪知邪见 都没有办法产生善法 所以疑呢 是整个我们出国阿罗汉很重要的 这个疑结呢 会来自于前面五个见 如果你没有疑结 那你的五个见就是没有 所以疑结很重要 疑是一个根本烦恼里面呢 跟上面讲这些呢 都有密切相关 所以如果你没有疑 你是对这个业果地保 这个四圣地 然后三宝 因果业利 都相信清清楚楚 信业信圣人有圣果 相信四圣地的修行 必然就能证得圣果 好 所以呢 就是不会有任何怀疑 做了善事 当然就一定是有善果了 这样的清净的部分 所以证出国圣人要断三种见 疑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你对四圣地的真理 三宝功德有决定信心 没有疑惑 那你有四正性 这四正性也是出国圣人的一个 很重要的标的 就是说 对佛没有怀疑 对法没有怀疑 对生没有怀疑 对戒没有怀疑 这程度就可以证得出国 不过呢 你的知见是一定是解 所以我们给同学讲一讲 知道不一定做到 但是你在证出国的时候 代表你的知道是完全清楚的知道 没有任何的怀疑 因为呢 假使你还有一点点怀疑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 证得了知四圣地的真理 然后呢 对我们的这个生死轮回的超脱 就有把握了 所以这边 由于为信 这地方 那有散法的话 你就不会有犹豫嘛 有犹豫代表你就是 一定是 没有散法 因为你心还在那边摇摆 所以有信心以后决定 就向清静的路上前进了 不会有任何的摇摆 所以修行的第一关呢 就是要先做到这一个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多花一点时间介绍 因为我想基色论的内容是很繁琐 没有错 那分析的也很仔细 为什么要这样子分 他也都有交代 但是我觉得是 我们还要在生命里面受用是最重要 不是光学习他的 这个学理 因为他的分析目的 也是要我们能够清楚的见地观念 因为每一个小地方没有注意 那就会产生大问题 小一步不解也是会累积 所以呢 论里面虽然很多的小地方 他都解释了 那也是帮助我们 对佛法有更好的见地观念 再换一句话 那正出口是一定要离开撒迦也见 离开接近其见没有意义 然后呢 断了撒迦也见就是从此 离了我见错误的直见 所以第一个是最重要 再也不会执着我见了 这也只是观念 离 我们那个假意又讲 你先有这样的观念 你才有可能做到 如果观念都没建立 怎么会去做到呢 对不对 你有这样的概念法 就像我知道说 来上课 能够多听闻讯息 所以我去上课 你才会有从家里出发来这边上课的动作 所以一定是观念要先建立 所以断借禁曲就是 从此不再无知愚痴 迷信跟着别人跑 建立观念 所以依法不依人 对不对 佛陀讲依法不依人 这个观念给你以后 你要有智慧 然后你要会去判断 怎么样是正法 怎么样是正直见 现在佛教里面有很多 一般人看了 以为修行的很好 实际上很多事复活外道 你也要清楚 实际上讲 借禁曲所生的方法 很多 真正纯正的佛教 不会有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一种是不能得 如果有借禁曲 还是不能清静跟解脱跟处理 这也是讲一个人 这个人也是在后面三栋柱的苦修 他就说释迦牟尼佛苦修六年 他也要苦修 可是他不懂释迦牟尼佛 不是靠六年苦修 我刚刚特别要讲 而成佛 他是呢 这一句话比较重要 他是舍了苦行才成佛 如果那个苦行的借禁曲 没有断的话 他还是继续借禁曲的苦修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怎么修苦行 不一定呢 真的能解脱 可能某个阶段你需要 但是呢 到某个阶段你就要放下 可能刚开始你要远离那个静的时候 你可能要先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去修行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他说他也没吃饭 结果他吃草 然后呢 别人种的东西呢 他就直接不足就吃了 结果拉肚子 然后全身脸发青 饿得像鬼一样 结果后来呢 他的这个苦行啊 虽然他后来呢 又回到他的道场去 过了三个月以后 他这样子的苦行用功呢 就是佛法讲的借禁曲见 是一次的 这只是要举个例子给同学看而已 好 那我们先经做一下 在我们长安寒经的八重极经 因此入境里面 讲到五顺上分解 就是上界的摊 如果有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再往更高层次的修行 所以呢 这也就是说 顺着你会没有办法更超越 所以他下面颂句讲 顺上分义五色无色二贪 然后吊举慢无名 令不超上故 就是呢 如果你上界的烦恼 有色贪跟无色贪 还有呢 色界里面的吊举 色界里面的慢 色界里面的无名 然后无色界里面的吊举 无色界的慢 无色界无名 这样加起来是八个嘛 因为他把那个吊举慢无名 就写在一起 其实色界跟无色界的吊举慢无名 又不太一样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五顺上分呢 就是有色贪 无色贪吊举局慢无名 里面 然后他这里说 色界贪是色界所系的贪 它的体呢 是一个 就是色界的修所断的贪 无色界的话 是无色界所系的体 它也是一个 是无色界 所以这里呢 五顺上分界都是修所断的 是变成要修正 你的那一种 一种的习气观念 有些人呢 他的静坐感觉做得很好 他每次呢 就会去抓那个色界跟无色界境界 所以吊举是无色界跟色界所系的支末烦恼 不过他们上二界的吊举都是很轻微的 因为他们有定的关系 还有慢一定会有 因为会觉得自己的修的禅定境界很好 所以调举慢 那无明因为呢 要到最后才能断 微细的无明 所以这里都是修所断的部分 是上二界的无明是一种次 剩上分义五是说 因为这个色界五色界的顶在欲界的上面 所以上分是他在我们的上面 那顺着往上的 没有办法解脱的烦恼是这五个 你要往上再超越这五个 你如果没有超越解脱的话 你还是会在三界轮回 所以这个头影片里面讲 圣正礼要断剑所断比方现行 要你的前面 我们今天刚刚花了很多时间 把我们的五剑跟姨做介绍 姨本身是跟着剑 如果你的剑没有清楚 你的姨一定会有 所以你要断剑所断 这一个我们的五顺上分解才会现行 所以剑所断的或未永断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会让你再往下顺五顺下分解的 代表里面的那个三个结 就是剑身剑 然后呢 以跟戒进去 还会顺着往欲戒 所以如果你的剑所断的或没有断的话 当然这五顺上分解就不可能了 他还会让你在往欲戒去相应 意要涌断剑所断或方能现行顺上分 那他这里举出说 名义上是五种 其实是八个 这也悟 他的悟都是子体的意思 我们现在下面倒数二 八悟就是说 贪掉举慢无名 在色阶跟无色阶都不一样 维系度不一样 所以四二得八 所以悟就是八个体 他们其实五顺上分解就是 这八个烦恼结 你都要破除 你才能往上更超越 或者你就另不超上顾 因为他现在还是在介绍哪一些烦恼结 如果你还有五顺上分解这些结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往上去超越了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论里面 470页讲说 因为贪特别的重 所以他把它分两界 色滩跟无色滩 那接着上礼拜我们是看到这一张 下面这一个 还有一张还没看完 那这里的这五个五顺上分解 能让友情没有办法超越上界 所以见所断的结 又会让我们往下跺 所以上人是指圣人 他所行的是顺上分 跟我们反复不一样 只有利不还 不还者是三国圣人 三国圣人就离开玉界了 他没有玉界的贪 也没有撑 所以呢不还者所起的结 才会往三国圣人 他就会往五顺上分解 这边去相应 那他现在要断的 就是五顺上分解 是三国圣人 他继续努力修所断的功课 何故呢 玉流跟玉来 就是出国跟二国 他所起的结不是顺上分 所以顺上分是顺上身 往上了去上界的去相应的 那因为出国跟二国 都是往下界相应 还没出 出国跟二国 都还有玉界的贪跟称 三国才没有 那三寿跟三福的关系 福三游三寿 在我们课本是讲说 有贪的福 称的福跟吃的福 就是说我们还有贪称吃 这些神子绑住戏服你 在三界是因为从三寿而来的 那三寿就是热寿是有贪福 不过后面在讨论的时候会发现说 其实呢 这个热寿里面有可能有贪跟称 是因为以智相续跟他相续 自己当然喜欢热寿 你就会有贪福随真 就是把你绑住的 贪的这个心呢 就会呢 把你困住了 贪的这个烦恼就会把你困住 因为你的热寿会抓取 与苦受你的称的福会随真 舍受吃的福会随真 那有所缘跟相应的烦恼 所缘就是外在的境界 然后你的心跟心所跟他相应 就会增加烦恼 那在舍受的时候 最后那一句话是 舍受的时候呢 他有贪跟称不是像吃 因为舍受是非苦非乐 但是呢 他如果呢 因为呢 舍受他可以跟一切的烦恼相应 对不对 我们的舍受是非苦非乐嘛 好 等一下 舍受他相应一切烦恼 所以呢 他在吃的时候 特别把他讲出来 是他有相应随真 所以呢 他有时候不清楚的时候 他就是跟吃相应了 所以当他不清楚的时候 贪跟称也会在里头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同影片里面讲到 如果你今天热瘦的时候 你虽然是贪的 这个烦恼了 这个福本身是一种烦恼 是因为你有所缘跟相应 那这个热瘦的有贪腐是从书胜跟自己生来讲 那如果是他人呢 他相续是他人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的看到一个你讨厌的人 他在享乐的时候 你会起撑心 这时候热瘦他有自己跟他人两种情况 如果自己当然是贪腐 他人的时候你会起撑腐 所以他意思说热瘦里面呢 大部分时间都是贪腐 是因为热瘦我们都会喜欢 只有少部分当你看到是别人 是你不喜欢的一个愿家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撑心会起来 所以贪跟撑同时都有的时候 通常就是吃也会在里头 就刚刚舍瘦 他是跟吃有相关 但是呢代表你有贪跟撑的时候 你才会有吃 所以呢 在热瘦其实贪撑吃都有 都有 但是呢他们会互相的有这个成分存在 但是 世尊将来分是以多分 大部分的时候 热瘦都是贪腐比较多 第二个呢 诸苦瘦称乎随真 因为所缘相应两个随真的关系 在你苦瘦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有称心起来 可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你不满意的人 在受苦的时候 你会希望他的苦多一点 久一点 所以你这时候会有热瘦 所以呢苦瘦有时候看到别人 是你一个讨厌或你的怨敌的时候 你希望他的苦瘦多一点的时候 你有热贪求的心 有一个贪求不是热 而是你会有贪求的心存在 所以这时候呢 贪跟称也都有 那就也会有吃 所以举以前面两个例子 自己跟他人 可见贪称吃在三寿其实都有 但是现在这样分是以大部分的时间 热瘦会让我们有贪腐 苦瘦会有称乎这样子的差异性 第三个与诸瘦有吃福 就是一切的这个瘦呢 的烦恼 我们的舍瘦呢 相应一切的烦恼 诸瘦有吃福 就是呢 贪称的两者里面都一定有鱼吃 所以呢 舍瘦呢 就是不苦不乐的时候 他会跟一切的烦恼相应 一切烦恼 那因为所缘相应两个 去随贞的关系 所以舍瘦也有贪跟称 好 就是我们最后一句话 舍瘦里面有贪跟称 不是呢 非如吃 就说舍瘦是非苦非乐 但是呢 如果他不清楚苦乐的时候啊 他也会有贪称吃 好 所以舍瘦也有贪跟称 然后呢 不是只有吃而已 非如吃 不是光只有吃 本来舍瘦是相应吃 但是他现在不是光吃 因为他也会贪跟称 因为他如果有吃的状况 成分在 代表他不清楚嘛 不清楚的时候 代表你有可能也有贪跟称了 那因为舍瘦又跟所有一切烦恼相应 所以很容易他也有贪跟称 所以一一瘦各具有三伏 都有 那就是每一个都有贪称吃的伏在的时候 为什么以三伏纪别三寿 是因为四尊以多分 大部分的情况来说 好 那下面呢 接着 这个就 随眠前以说 好 这里的随眠前以说 是说 我们的这个随眠呢 他的分别这个乎的话呢 有哪一些 那就是我刚刚讲 我们随眠呢 是从431开始嘛 对不对 431你看到他有六个随眠犯了 再成为分析为几个 再来是七个 431 432 可以看一下 六由贪义七 本来是六个就是 贪称慢无名贱跟义 那个时候贱还没有分开的时候 那再翻到432的时候 他的六又变七个 是把贪分为我们义戒的贪 跟上二戒的贪 变成七个了 把前面那个六个分义戒跟上二戒 因为他们是内门转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呢六个再变成十个 是因为把贱呢 再分成五贱出来 那那个上二戒跟我们的贪就合并 变成十个 就是今天介绍的四三三月六由贱的不同变十个 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伸贱边贱 斜贱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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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牵手段是四步修手段是一步加起来五步 然后呢九八变九八随眠烦恼 每一戒下面有五步 然后呢那五步里面呢 又由我们的这十个去分就变九八 所以呢随眠由六七十乃至九八 前面已经讲了 现在呢在讲随烦恼 随烦恼就是跟着我们根本烦恼而起来的 下面随烦恼此于染心所行运 随烦恼此于者是说 这个随烦恼以外其他的 像禅购等等啊 也是都叫随烦恼 就是他们怎么来 是随根本烦恼而起 这边标点复号请你打一下 随根本烦恼起 打一个逗号 顾名随烦恼 标点复号调整 把那个顾下面调到上面 所以随根本烦恼起 顾名随烦恼也 此随烦恼是染心所行运所色 他会染污我们的心所 然后呢是行运 包挨在行运里面 那这边呢就请同学看一下投影幕好了 我们这边呢运呢他为什么要讲染心所行运 他一个一个每一个字都有意思 运呢跟有违无违 无运一定是有违 因为刚刚今天讲基聚 因缘合合 运分别无违 他是有违 行是分别色受想事 这四个 无运里面的行运跟色受想事不一样 分别色等事运 心所是分别行运里面的不相应刑法 因为行运里面有一些心所跟不相应刑法 这可能就要看下面这一章 这一个行运在这个位置 有看到心所法里面有受应响应刑运 这边特别要讲的是说 是心所法里面的行运 不相应刑法在另外一个地方 不是不相应刑法 因为有一些刑运也在不相应刑法里面 他特别讲的是心所法里面的行运 所以这边心所是分别行运中的不相应刑法 是代表他是行运里面的部分是心所法 不是不相应刑 运分别心所中的善跟无迹 我们有三性善、恶、无迹 染是怎么样 不善 分别心所里面的三性里面的善跟无迹 他不是善也不是无迹 他是染是不善的 然后呢 随烦恼此于呢 此于分别染污中的根本烦恼 这是我们的染污里面的根本烦恼 有十个 十个呢 这个此于是指跟根本烦恼不一样的部分 是谁烦恼 他不是根本烦恼的部分 根本烦恼就是今天介绍的那十个 就是身边斜见见取、借近取、疑 然后贪嗔吃慢 那这些呢 他意思说 不是这些是呢 另外的 另外的这个烦恼 是谁烦恼 好 他们不是根本烦恼 所以说此根本烦恼起 所以此诸根本烦恼是 但是 为什么根本烦恼也叫随烦恼 因为呢 随心而做脑乱的事情 当你有烦恼你的心就没有办法临近了 若有一个是刚好跟你处的不好的人 那他呢 刚好没事了 就你在看时候 他来你旁边呢 拿一个东西 然后看你一下的时候 你的心多少都会受他影响 所以呢 我们的烦恼就会扰乱我们的宁静 在这个或之于 互有益于诸根本烦恼的 就是染污的心所行运 属于这一块的部分 好 那他因为他是随着根本烦恼而起的活动 好 叫做随烦恼 他之所以不叫做烦恼 是因为他不是根本烦恼 所以随烦恼是指 云是指 根本烦恼 以外的部分 由此 随从根本而恼乱有情的叫随烦恼 好 那这个就是开始以下都要介绍的是随烦恼的 烦恼的心所对于烦恼 偶一大师解释 烦恼脑洞 脑害身心 就是说烦恼这个体性 他不是激进的 他的活动会障碍我们修学圣道 好 烦恼脑洞 然后障碍捏盘 他的表现呢 就会脑害友情的身心 让我们今生以至来生 成就一种不可乐的果报 因为根本烦恼而有 所以叫随烦恼 那所以加一个随的意思 以下的烦恼性质 都是随前面的根本烦恼而有的 所以以下就开始进入的是随烦恼 这个部分了 他第一个讲到的是禅 我们之前就要十个禅 那他这边呢 就是把先讲八个禅 然后最后这一句呢 或识加奋附 如果交十个禅 就是加奋附两个 禅八无禅无愧 无字的通用到两个 然后呢 记肩并毁眠 这都一个一个 这烦恼都一个一个的 即吊举昏臣 或识加奋附 如果呢 讲是十个禅的话 就是要把奋附这两个加进去了 他讲 我们的禅 禅住 我们在三界轮回 然后呢 流失我们的善心所的部分呢 就是有八个 是无惨无愧 前面这八个 他讲了 忌肩 还有毁眠 吊举昏臣 这八个 那如果要说是十个的话 或十个的话 你要加奋附两个 课本先看好了 课本这边他已经写出来好 四七页请看到数五行 前一宋彪禅 第一个就是八禅跟十禅 他讲出来 四一宋伴明根本等流 四一宋伴 这一个呢 这一 呃 因为后面只有两句 这是伴送 所以呢 就是从无禅间吊举 皆从贪所生 无禅 他这里可能吊一个字吧 应该是无愧 无愧眠昏臣 从无名其 后面他有解说 你翻到后面来看一下 四百七十二页 无愧眠昏臣 所以那个颂句那边写错了 五四七二页的第一行 已经写无愧眠昏臣 所以请你把那个颂句里面的 那个第二个地方呢 那个禅字把它改成 愧词才对 这样子 无禅间吊举 无愧眠昏臣 从无名所生 然后呢 既奋重撑起 毁重疑 顿号 复撑 覆盖的话有针 针论的针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一宋伴呢 他就要讲这些呢 哪一些跟根本烦恼有哪一些相同 等于说 他是随根本烦恼而起的 对 那他就是跟根本烦恼有一些等流 相等的 类似的那一种烦恼 所以这些烦恼的体性就是 他不是激进的 他的活动会障碍我们修学圣道 障碍涅盘 所以他表现的作用就是 会脑害我们的身心 然后让我们 一支呢 再轮回 一支不断的轮回 好 那我们先看四七页 这边还有一个标点画 禅八者是品类族论的说法 那或十者这边打一个逗号 或十者打一个逗号是 皮婆沙斯说 等于说 有两种说法 品类族论是八种禅 皮婆沙斯说是十种禅 那如果禅有十个的话 第一个无禅 第二个无愧 第三个记 一世间 第五回 第六眠 他就把一个一个都写出来 第七吊举 第八昏尘 第九份 十是负 那无惨无愧呢 因为他在前面 根品我们有介绍过 不过同学大家也都忘记 其实一个修行人 一定要有惭愧心 因为包括你受戒 你自己不小心犯的话 你的惭愧心越重的人 他一点一点维系 他就看到 他就会赶快起这个惭愧心 就会自己去反省 检讨改过 那如果惭愧心 没有的人 就像我刚刚讲 这社会新闻里面 好多那个 社会事件 为了这样一点点事情 打架 吵架打架的都有 这就是没有惭愧心 他也没有看到自己的错 这样的人也非常多 所以大不善地法里面 这两个烦恼 无惭无愧 是很严重的 他根品有讲过 然后记呢 位于他诸圣心圣事 令心不喜 嫉妒的话就是 看到别人有好的事情 心圣事就是说 他可能事业做得很好 或读书读得很好 或是某一个方面的表现 很好的时候 别人看了就会眼红 或酸葡萄心理 所以这个嫉妒的是 不由自主 就会自己起来的 对他人一切心圣事 让令自己的心不欢喜 然后呢 间呢 就是财法巧思相为 就是呢 财物跟法 有法不思跟财不思 都有 巧思相为 就是善巧去不思 没有相为就相违背 就是财法两种 巧思都没有相违背的情况 叫坚令 就舍不得跟别人一起分享 然后悔呢 是物作 这个悔之是指物作 物作的话 有善有恶两种都有 所以他会以最重的先讲 无惨无愧先讲 这个比较 有可能你后悔没做善事 这样是好的 所以物作呢 在前面也已经有解释过了 然后眠呢 为令心魅列为心 魅列就是说 我们的睡眠 睡眠为什么也是一个烦恼心说 如果呢 你的心是暗暗沉沉不清楚的状态 是没有光明正知正见的时候啊 那你就没有清楚去分辨 也没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 这样修行也是一个障碍 因为你没有办法 正知见该怎么样去做 令心魅列为心的关系 所以这个睡眠是指了 没有功力呢 去直持身 就修行的时候 这个设身呢 也是很重要 帮助你嘛 它是一个修行的法器 那你要好好的 清清楚楚的时候 你这个眠这个心锁 睡眠这个心锁 不清楚的心锁 要能够克服掉 它说没有功力去直持身 就是指了身体 也要有适当的睡眠 如果不吃还可以活 如果不睡 真的有可能它就会死 因为身体没有办法修复细胞 一定呢 身体的这个机能就会坏掉 然后悔跟眠两种呢 虽然通善跟恶 然后在这个 刚刚这个睡眠 如果睡得好 也是一个好的 所以睡眠通善恶无忌 三个 因为你睡着 你完全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悔的话通善跟恶 好 这边这个 他睡眠还有有善恶 但是他没有一个 没有写出无忌 经了十个禅里面呢 围取染污 要找 这个染污的 所谓禅就是一定是有染污的 所以才才才放在里面 那所以他讲的就是 这个毁跟棉就只染污这一块了 尽量 他所要讲的毁棉是只染污那一块 然后吊举功 坤成也是跟品尤讲 令心奋发 叫奋 心了开始了 就是激动起来 然后呢 愤怒的意思 然后隐藏自己的罪 叫做负 然后无禅间 接着呢 他就第二个 次一送半 就要讲等流的问题 就是无禅间调取 是跟贪的这个根本烦恼 相等的这种烦恼的果报 只要有贪没有断 就会有无禅间跟调取 如果你的无愧 对别人的话 没有愧对的心 然后又不清楚昏沉的 这个还有睡眠的状态的时候呢 昏沉比这个睡眠更严重嘛 他是无明的等流 跟无明相关 然后忌愤 是跟称 相关的根本烦恼 相关的等流烦恼 然后悔呢 事宜的等流 然后接着呢 所以他跟根本烦恼都有相关嘛 对不对 所以他叫随烦恼 是因根本烦恼 如果你的贪称 他这里除了贪跟称 还有呢 无明 这些你都没有的时候 这些水烦恼就不会起来了 那下面他讲说 负有缩跟贪等流 有人这样讲 就是像一个杯子 他把他盖 负倒盖 就是里面的容器里面 他把他倒盖 让他水流出来 就是有一些事情 他把他盖住 让他呢 不会被揭发出来 是跟贪等流相关 有说呢 跟吃无明等流 因为有一些东西 你覆盖常住的缺点 久了以后 别人还是会吃到嘛 所以他说 你这样覆盖呢 其实而且覆盖久了以后 可能你的越积越多 你的肥脏的缺点 越来越严重 然后有说呢 贪跟吃 两个都有 都有 所以三种说法 有说呢 智人负 有人说 有智慧的人覆盖 他的缺点跟问毛病的时候 是贪等流 没有智慧的人 负藏他的缺点跟毛病 是吃等流 然后宋里面讲 负贞 就是因为有三种说法 就是有不同的说法 争论的意思 最后那个就是说 如果他遇到这一个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他会把它放进来 然后放进来以后 再说明有哪几种 这样子 因为有智慧的人 他说他贪着自己的名义 让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过错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投影幕好了 是无惨无愧是大不善地法 一切不善心起来 必与他相应 只要不善地一定跟无惨无愧有相关 就是因为没有惨愧心 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和毛病 对戒定慧等的诸功德法 科研的法 就是罪过 若有与此罪恶 不见害怕 那就是无愧 等于说 我们世间规定 像现在规定很多地方要戴口罩 有人跟你提醒 应该就赶快起忏愧心 赶快拿出来带 不是有的人 反而恼怒成 愤呢 就是刚刚那个愤 然后呢 就开始去拿刀或是什么去伤人 就是没有愧 对大众他没有一个愧对的心 不见有什么不为 所以规定的这些事情 他不会呢 好好去遵守 以观他无耻 对别人他没有羞耻心 又有羞耻心的人就不会这样 所以互心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 生命的流转是来自于心事 你能掌控 修行是要掌控自业性 只有这个是你能修行掌控的 因为你的色身会坏 那你的心虽然会深深灭灭 但是透过修行你的内观 你可以自己去了解自己心念的启动 然后认识烦恼 知己知彼呢 你才能百战百胜 如果不了解不认识烦恼 你也没有办法去保护你的心 那保护心呢 就是从守戒开始嘛 让我们防护 不要了 先从身口清静去防护自己的心念 不对 那当你防护久了以后 你的关照力也很好 可能你就很自然就察觉了 你就会有惭愧性 所以就像国家军队不让别人入侵 那这时候你要靠你的这个先游戒 然后呢 慢慢扭定去辅助他 所以修行身口易善行是要自防护 惭愧而自防是善守护 当然你要自守护以后 你还要有惭愧心去反省观照 因为每天都会很多的起心动念 然后光戒律只是外表的身口 你的起心动念 戒律它没有办法鬼换到你的起心动念 你要自己要去察觉 每天的自我检查防护 每天自我检查你的亲近的这个心 有没有被侵略了 这就是自我 所以我们的这个进入随烦恼里面 最重的大不善敌法里面是无惨无愧 他先讲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着忌肩 这两个在我们前面说 他是自在而且而且是不善的 他会从最重的随烦恼讲 然后忌跟奸 这是小烦恼地法里面的 他们各自他个别而起现行作用 他是不定 因为你会自己呢 想一想去嫉妒别人 自己起来 奸令也是 然后毁眠是不定地法 这两个是不定的 毁的话是刚刚讲有善恶 眠有善恶无忌 基照他们性质呢 不可 独明为禅 性质因为他们是不定的嘛 那现在把他们交禅是 也看到这个红字 特别是染污这一块 他们是有染污的法 所以如果你一天到晚 一只做了事情一只后悔 这个是不好的一种烦恼 然后睡眠刚刚讲就是 不清楚的状态 常常属于呢 心呢都没有光明不清楚的状态 然后下面呢 吊举跟昏尘是属于大烦恼地法 是这两个呢 昏尘吊举是禅定的两大敌人 凡是染污心升起 一定也是跟他想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内观自我观照 这一章里面讲到的自我防护 你如果昏尘吊举 迟迟不清楚 这个护心的动作可能也没办法做 所以就是要保持你心的清楚光明 才有办法看到 12点 那我们今天先看到这里好了 请和上我们一起回向 愿与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活道 各位同学在各自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